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馬上登入sbs.com.au forward slash Cantonese 瀏覽最新的新聞資訊 李太早晨 李太早晨 各位聽眾大家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今天來到星期一 星期五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一下 去做青瓜脆卷 非常清新 而今天李太繼續和大家分享 一些非常清新的菜式 也很適合一家大小吃 雖然其中有些朋友 不是很習慣吃這個菜式 又或者其中一個材料 未必那麼容易買到 但是聽聽李太今天 究竟她準備了什麼 和我們分享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試一下去做 李太今天準備和大家分享 做什麼 今天做一個中式的菜 就叫做 何芹炒魚鬆 何芹就是荷蘭豆 芹就是中式的芹菜 我們也有西式的 你剛才說 可能這個芹菜味道 未必一般人接受 我們可以給西芹也可以 這個材料有鯪魚肉 但是在這裡 就已經去很多的魚店 都有買到鯪魚肉用的 那些已經剁好了 也都如果沒有 買普通的魚肉用都可以的 就要300克 荷蘭豆就要150克 但是記住 在頭上撕掉那條筋 如果不然就會硬 金筍花就要六片 這個唐芹 即是中式的芹菜 要兩棵 它是很幼的 雜兩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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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不習慣吃 那你就可以愛西芹也可以的 西芹就愛一棵 但問題來說 就是唐芹如果習慣吃 它就很香的味道 那乾蔥片要四片 接著我們就要生抽 就要兩茶匙 鹽就是四分一茶匙 砂糖一茶匙 清水要三湯匙 這個就是調味料 如果大家喜歡吃魚鬆 想要點一下 那就隨大家喜歡 找一些自己喜歡的醬料去點 那做法呢 先先我們買回來這個 肉蓉已經搞好了 甚至是一盒的 一盒裝的 它已經有了調味的 但是我們呢 最好回來呢 試一下先 拿一點試試 然後拿一下口 如果沒有呢 那我們自己加鹽 生粉 少許胡椒粉 就順一個次序 就把它攪拌成膠 那樣 如果假如你試了 是有味道的 那我們就不用加了 但是呢 最好是加少許生粉 因為為什麼呢 它放在那裡 怕它都是有時候濕 我們加少許生粉 攪拌成膠 變成了一間 我們去煎魚鬆的時間 就不會散開了 好了 芹菜呢 去了葉呢 就把它切斷了 荷蘭豆呢 就撕了它的根 洗乾淨它 也都吸乾它的水分 然後呢 就撕起鑊 給一湯匙的油 那麼就拿這個魚蓉呢 就將它呢 我一向做呢 就將它拿下來 擺到保鮮紙裡 那把它放在那裡 然後再放一張保鮮紙 那它用個棍呢 就硬一硬它 厚薄呢 自己選擇了 那之後呢 就將它呢 撕了一張保鮮紙 反轉它呢 就擺到鍋裡面 鍋裡面燒熱呢 給了油 放下去 就拿了兩面的保鮮紙 那之後呢 就用那個鍋鏟呢 也都呢 掃一點點油在那裡 再去壓平它 那接著呢 就將它煎到一邊呢 就是金黃色 反轉另一面 那麼 記住 不要煎到中途呢 少少呢 時間呢 就反它 看到呢 旁邊那裡有一點點 然後反轉它 再煎到那邊 那就成了一個魚餅 那成了魚餅呢 我們就拿出來 就放在砧板裡面 那麼呢 就請它攤一會兒 就將它 切那個長條也好 你喜歡切斜切幫隨便來 那麼我們呢 就將它 就切成一片片 那麼如果呢 那麼我們呢 我們呢 就再 在燒香熱的鍋 給一湯匙半個油 爆香這個乾蔥片 然後呢 就放入這個魚餅呢 就放進去 兜兜去 就灒一點酒 那麼荷蘭豆呢 我呢 先前呢 我也都用滾水 拖一拖去 因為呢 它沒有那麼快熟 拖一拖 芹菜就不用了 甘筍也拖一拖去 那麼這個時間呢 那麼我就拿這個荷蘭豆呀 芹菜呀 這個甘筍花 放進去 然後呢 就將這個調味料呢 又倒進去 那調味料呢 是有三湯匙水的 那麼我也都拿去 醬油呀 糖呀鹽呀 拌勻去 然後這個時間 倒進去 倒進去呢 我即時呢 就開大火呢 就將它拖勻去呢 就可以上碟吃的了 那這個呢 就老少咸義的 那如果我剛才說了 中芹不喜歡呢 可以用西芹的 那芹菜呢 那芹菜呢 含有很豐富的維他命 A、B、C、D的 鐵質和這個呢 蛋質酸的 那芹菜具有呢 降血壓啦 也都清血我們的血管功能 經常吃呢 有助消化啦 也都可以幫助便秘的 但是體質如果偏寒的人士呢 就小吃點啦 嗯 那大家呢 記得小心啊 因為呢 如果你的體質偏寒糧呢 吃了可能會腳臂啊 這樣不是很舒服 不過呢 你看看 剛才呢 你提過了 如果有些朋友 未必買到這個鯪魚肉 那樣的話 他們可以自己買其他魚 去做這個魚肉 那你會不會有些什麼魚 是建議他們都可以去這樣處理的啦 拿鯪魚啦 如果你是用鯪魚的話 買小條的 就不要買大條的 因為大條的鯪魚一片片 那它呢 如果做這個魚肉呢 它就是散的 不可以結實的 那如果不是呢 我們可以買小條的鯪魚 那將它買回來 湯起它呢 就刮了它的肉下來 然後呢 用刀背啊 不要用刀背 用刀背 用刀背 這個魚肉都可以的啦 那大家呢 記住了 如果買不到這個鯪魚肉 那就可以用這個鯪魚去做啦 但是呢 剛才李太說過 和煎鯪魚排不同 那這次呢 是要用小的鯪魚才做得成 那希望呢 大家呢 可以做一做 這個河芹 炒魚鬆 非常健康 而且又好吃 多謝李太的推介 謝謝